美国疫情纷扰未除 示威乱象 旅美台商送大爱贡献正能量 企业家杨信发动北美洲台商总会 募款约百万美元 购买台湾和越南制口罩 共950万片 其中台制品有840万片 将捐给当地老人疗养院 及社福机构 请这个苏院长 他特别了解 我们北美洲台商 台美人的爱心 特别批准了 准许我们进口台湾的口罩 这个当口大家都 经济非常紧促 但是能够割舍 我觉得能割舍 才是一个最完整的 有一种利他精神的展现 据参与活动的台商表示 募款发起不过短短30个小时 累计捐款就来到百万美元 大伙即便事业受疫情冲击 人暖心声援 精神令人感佩 这一次的事件 跟我们过去常常参与的 哪里有风灾 哪里有地震 是我们要给 这一次是我们大家自己 本身也是一个受灾的 你到这种情况 你又会发现这种爱心 尤其是自动自发 很多我们都没有打电话 就自己就在line上去加了 除了号召在美台商捐口罩行善 阳性日前也在驻洛杉矶台北经文处的牵线下 捐赠50万美元给洛杉矶市长成立的防疫基金 攀为当地贡献一己之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